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 应该有这种印象 但是今天是6月6号 在北柬的门口 就一群义务的律师 还有许多社员团体 站在北柬的门口 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我们来看看画面 记者招待会主要的诉求 是北柬发函 驳回的证据保全 还有限制处境 这两个一并驳回 那些律师团认为 这个程序是作为一个 驳回动作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动作 这些律师团 就跟许多的团体 就来到北柬门口 他们是要谴责 北柬检察长蔡碧玉 还有检察总长颜大和 他们要谴责检发次案 还呼吁呢 北柬的确实依法要侦办 他们所提出的禁止 马英九出境 还有要证据保全 出席的律师团呢 是由郑默隆律师 傅欣怡律师 他是台湾法学会的青年委员会主委 黄帝颖律师 他是全国律师工会 联系委员会的副主委 有三位律师 他们带了许多的设计团体 来到这个现场 来跟大家强调说 为什么他要开这一次 谴责的一个记者会 好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他们谴责这些北柬的 政党理由何在 因此我们今天到台北地检署 由我们律师团及各社团 共同来这边做一个谴责 认为台北地检署包庇马英九 认为台北地检署 这个施案的这个状态 严重的伤害 我们检察官的威信 那首先我们邀请到我们律师团 我们郑文龙 郑律师 先来说话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开检议会 我想大家很清楚 马英九涉及的 到目前为止讲的二十几案 我们讲几件最简单的 就是刚刚地银提到的大巨团案 大巨团案是我主调查 在台北市联政府委员会 我调查出来 他在93年920跟赵腾雄密会 然后把这个远雄 他这个大巨团案可以获立 1162亿的这个大案子 竟然从前例经 十次的会议都说要有 公告也要有 依照法律规定也要有 竟然马英九跟赵腾雄 见过一次面之后 权力经常全部都不用 变成零 这显然是 违法重大的独立案 那这个案子 我们在连政委员会里面 所有的连政委员会 都一致决议说 这个是涉嫌独立 重大独立 里面方简来说 这叫做巨贪 巨贪 这么明确 而且我附了36项的证据 包括李树德的录音带 那 后来这个新宏发布之后 远雄还上媒体公开承认这件事情 李树德当天的新宏稿 果认这件事情 远雄还承认这件事情 像这一种贪污 福利的案子 我们法学上叫做犯罪黑素 基本上抓不到证据 但是我们竟然抓到了明确的李树德的录音档的证据 这是非常难得的证据 很难抓到 被我们抓到 而且还更上开花 远雄 他们还出来公然承认这件事情 那这么犯罪试证 这么明确的案子 台北地检署 竟然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展开 我们认为是北检的检察长蔡碧玉 公然跟马英九包庇 我们认为也要追究蔡碧玉包庇犯罪的责任 最起码 检察院是不是要启动调查 调查蔡碧玉 为什么要包庇马英九 是不是在520之前 马英九跟他有什么承诺勾结 还是这就是蔡碧玉升任 检察长的交换的条件 这个法事时报之前就已经预告了 就是蔡碧玉升官的条件 监察院要不要调查 还有我呼吁 新任的法务部长邱太山 调查蔡碧玉 测换蔡碧玉 公然包庇马英九的蔡碧玉 法务部长邱太山你不用包庇他吗 你不用测换他吗 蔡碧玉公然让检察系统蒙羞 蔡碧玉检察长公然让检察系统蒙羞 让社会大众发现说 原来台湾的检察官会分党派 跟那马英九这种党国系统的就重放 证据这么充分 还有我们今天要来康里另外一个案子也非常明确 黄世民跟马英九 泄密的案子 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都判决 讲得非常清楚 时间地点都有 台北地检署为什么不办 就是因为蔡碧玉 我们呼吁蔡碧玉应该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邱太山部长 你要硬起来啊 测换蔡碧玉 查办蔡碧玉 另外我们认为检察总长严大和 也是公然的代夫職守 我们知道当初设立特征组 就是要侦办这种部长级以上的总统的办法 以前特征组检察官抢着办扁案 连扁家的卫生纸一张都不放过 连他的小孩一个都不放过 好现在严大和主政下的 特征组在干什么 全部在纳梁 我们特征组里面最少有八个高阶的检察官 全部在纳梁 所以我们建议立法院 废掉特征组 没有在查办案子的特征组 刚刚提到了马英九 总统级的犯罪 而且照方前讲的是巨贪 市政明确 特征组到现在还在睡大觉 我们呼吁 废除特征组 严大和不放案的检察长 你下台吧 你领我们国民这么多的税收 你还在睡觉 我也呼吁 邱泰山 部长 硬起来 要查办 蔡碧毅 也要去 针对特征组的部分 提案把它废除 不要让这个 最大觉的检察总长 在他们纳梁 谢谢 我想大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大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司法不再纯洁 我们的司法不再洁净 我们的司法被政治干预 这是长年以来的漏袭 也是我们期待改革的地方 很多的议题 就是因为透过的政治干预 不该办的 不乱查办 老民 欺负善良人民 有些问题 应该要一直全彻查的 却智若罔文 当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这就是政治干预司法的一度 如果依照法律的要件来看 当有一定的证据 认为有积压的原因 跟积压的必要的时候 甚至要积压都不为过 纵使程度不到达积压的手段 也可以继续调查 针对犯罪嫌疑人为交保 责妇跟限制住居 然而我们可以看这个案子的司法的流程 非常的不符合我们的实务经验 未经任何的查证 直接删断的说没有问题 甚至特征图跟北检还互相踢皮球 一个司法案件 被互相踢皮球的案件 会让我们觉得很怀疑的一点就是 是不是政治又再用他的黑手介入我们的司法 倘若台湾在司法这一块没有去除这些恶习 没有把这些政治的黑手并出在外 我们台湾的司法再过五十年 再过一百年都不会有任何的改革 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520蔡总统在总统就职大选的时候 讲到司法改革这一块 人民欢欣突兀 司法改革的环节有包含省检便三方 然而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政治黑手最容易介入的检查体系里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块 然而这一块要怎么改革 是不是需要人民的持续监督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身为人民的义务跟责任 也肯请大家持续的陪同我们一起关注下去 谢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国内外 跟人民也都知道 在这个我们这里 天下第一检查署 马英九有147件被告案 那我们社团和这个律师团在三个月底 我们来自暗明控告 马英九他有大忌惮福利案 和那个黄世民先例案 财产来源不明 所以这个都是罪证确凿 那我们提出控告之后 我们申请禁管 但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这行政效率非常非常的好 在一个礼拜 我们就收到被剥回 说他已经侦查终结 已经剥回 那这个让我们觉得 这个我们这个司法非常的不公 那我们知道 蔡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演说里面 司法改革是全民最希望的 掌声最多的 如果这司法改革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 蔡政府将无法继续在执政 所以我们今天再度来这边 申请说希望我们蔡检察总长 和袁大和检察总长 那能够再重启调查 能够把这个 才不会让马英九又想要去中国 香港在那边 把国家机密泄露出去 所以我们人民非常大的期望 我们希望说我们司法 从此能够进入另外新的旅程碑 谢谢 我们原正要求限制马英九 限制处境 马英九主政八年 一再宣传两岸同时一中 又跑到国之境外新加坡 去宣传两岸同时一中 现在又要借着去香港颁奖 要跑到中国的大门 要登堂入宿 我们怀疑 他就是要跑去香港 再强力宣传他的同时一中 所以我们在这里 原正要求求秋泰山要并令 颜大河 益全署特征组 要限制马英九 出境 我们要求 不要像以前 马英九包庇颜大河 包庇蔡壁 包庇特征组 我们不希望秋泰山 再包庇马英九 包庇颜大河 包庇蔡壁 应该下令颜大河 蔡壁 预警署特征组 公正的启动 调查马英九 所有的贪腐 弊案 所有的清明案 在这以前 调查清除以前 要限制马英九 要跑到境外去 泄入国家机密 我们原正要求 我们看着秋泰山 以后怎么来 证明他没有包庇 地均组 没有包庇颜大河 没有包庇马英九 没有包庇特征组 以上谢谢 过去的港国体制以下 司法一直是国民党的进卵 那国民党的司法机关 他并不具有审判 追溯处刑上的公平性 或者是公正性 在我们从过去看到 国民党党部人员 特别开设的 这个加总考试 到要求已经在 司法体系的人员 要入党 并且在司法人员的养成 教育 讨和的这个过程中 大量的制度 法学哲学 党义判例 党义拟判实习等课程 这个法律哲学 可不是普通的法律哲学 而是声闻思想 那国民党长期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确保司法人员 在判案上的政治正确性 那我不禁要问 在2016年的今天 司法追溯 是不是还是看党义来决定 是不是还要看 是不是还要看颜色来决定 相较于卸任 就被列为被告侦查的 陈前总统 马前总统 竟然可以依照 他自己订定 凌驾国家 经营保护法的规定 来申请出警 实在很难 不让人家联想 在马王政争中 特别传简讯要记者 切勿错过的特征组 在这一波侦查上面 是变成肯定错过的别查组 就此台九维新要呼吁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 以及最高法院特别侦查组 等于相识学士及良心 依法侦办此案 让台湾人民 重拾司法信心 谢谢 我们都知道教育跟司法 其实是台湾最重要的 两件要改革的事情 那蔡英文总统呢 他在就职宣誓解禮上面 他讲到说 希望他所要做的事情 叫做司法改革 可是我觉得 司法改革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司法不做改革的话 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学生讲说 你只要考上检察官法官 然后你只要秉承上瘾 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要等到十月份在开什么所谓的司法改革会议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事情了 我又在此郑重呼吁邱泰山法务部长 你要履行你的法务部长的责任 好好的 测查蔡碧玉检南总长还有钱大和这两个人的所有的总统刑警 非常的本意所知 他也让我们台湾国人看到了我们对前后任总统的不一样的待遇 然后马英九他可以自己地币有法律说我可以要出去我要去香港 我觉得这是让大家都不能够忍受的事情 明明你有错 为什么我们都还不能够办他呢 你都已经是卸任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 然后给希望邱泰山部长 我们给你很多很多的后队 希望你放手的做 谢谢 郑政律师来说最后的一个部长 我呼吁 刚刚已经呼吁了 我们新任的这个法务部长邱泰山 我们要硬起来 不要放任 台北地检署 蔡碧公然包庇马英九 还要让他开始要准备潜逃到香港 我认为了 马英九这是要潜逃的测试 那我呼吁邱泰山部长要硬起来 而且我也预告 如果今天记者会之后 没有正式启动对马英九的调查 我们下一次不会在地检署而已 我们会是在法务部 我们会去抗议 谢谢 好那谢谢 我们郑律师 副律师 陈律师 以及我们各位社团先进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谈吼号 我们喊 美法侦办马英九 依法侦办马英九 依法侦办马英九 美检特征莫吃案 美检特征莫吃案 依法侦办马英九 美检特征莫吃案 美检特征莫吃案 好那谢谢我们各位媒体朋友 以及我们社团先进 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各位相亲 各位朋友 我们听了那么多社团 以及三位律师的 这种结论也好 前提也好 我们可以发现到 2016年 现在已经到了 6月6号了 距离520 大概也过了十几天 两个礼拜以上了 他们对司法的一种改革的破却 是觉得非常必要的 加上马英九又要到香港 申请要去香港去那边演讲 所以对于这个方面 台湾的共鸣 发出了第一次 在北减的第一次的怒吼 林全这位先生 可能好好要处理一下 法务部长 他现在该有什么作为了 以上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